影片開始前 你還沒有訂閱我的頻道嗎 趕快訂閱我的頻道 這樣你才不會錯過最新的影片資訊喔 OK 影片開始 Let's go 喂 小睿 有聲音嗎 有聲音嗎 有了有了有了 來 小睿你好 來 安安幾歲哪裡人 23歲新北人 好 23歲新北的小睿喔 來 小任你想說什麼 我想說那個 昨天你不是有po那個 你去那個國民黨的肇事 然後訪問的那個 對啊對啊 就親中 你是不是親中然後你有沒有反共的那個題目 對對對 趙少康不是說 國民黨永遠是 不親中 也反共的政黨嗎 對對對 國民黨不是親中 國民黨永遠反共 對 就是我真的是覺得 趙少康真的是 非常非常糟糕的一個 恩 我們就先不說他要挺什麼 為什麼可以代表中國國民黨 說國民黨是一個不親中的政黨 這本身就是一個矛盾 就是一個泡泡 就是沒有人要去戳破他的謊言 恩 那我們就他的個人來說就是趙少康本 大家都知道他是 中廣 的董事長 那中廣的全民是什麼 恩 中國廣播公司 然後他說他不親中 恩 我真的 覺得這種人真的是 無藥可救 就是他明明就是 知道 什麼是中國 知道什麼不 知道這個中國的意思是什麼 然後我們中華民族之前代表的是什麼 他自己也是中國廣播公司的董事長 結果他自己說他不親中 恩 然後他還說出 國民黨不是一個親中的政黨 那不是一直在讓我們自己互相矛盾嗎 我們就叫中國國民黨啊 那為什麼 我寧願你不要談 但是你這樣子 一直去誤導 所有人 就是把這個泡泡 越吹越大 就是沒有人要去碰破他 然後我去看你的那個訪問 他部分的選民 也都沒有意識到 就是 大家都還是在這個泡泡裡面 就是 我到底是不是親中的 然後 真是沒有人會說 大家起碼沒有講反中的啦 這起碼 這是好事啦 不是 在國民黨裡面你要說反中 這個真的是蠻難的 因為 民進黨兩個不同的個體 就是 民進黨說什麼 我們就反著做什麼 我們做什麼 民進黨就反著做什麼 其實選民也是一樣 他們都是跟著 可能 中天或者說 TVBS所帶出來的風向 那TVBS 中天那些節目 沒有在反中的 就是沒有在反中的 對 對 那 我覺得就是趙少康 他今天 作為一個副總統 然後 這樣子代表 國民黨去說話 我是 會讓我覺得 越來越糟糕 我寧願覺得 就是他可能 像侯友一樣 就是 你 墊墊不要講話 對你反而不會 招人反感 但是他這樣子一直把泡泡越 越吹越大 我覺得這樣子 大家 這個泡泡 不只是民進黨的人在吹 而是國民黨的人也是跟著民進黨一起吹這個泡泡 那沒有人 說過這件事情 中華民國到底是不是 到底是不是 一個 國家 還是他只是一個政府 那我們到底是不是 一個國家 台灣的政客永遠不會 在這件事情上去 做手腳 那就是 變成說 我們永遠只會在 這個 民進黨的選民會 覺得 國民黨的選民就是 統統 那 國民黨的選民 會覺得民進黨 想要獨立 但其實民進黨 壓根就沒有想要獨立 他根本就不會台獨 這是不可能的事 賴清德絕對不可能台獨的 這是我 認為 就算他的最終理想是台獨 但我認為 就算他8年做下去 也不可能台獨 永遠都不可能 所以 兩邊的選民都是 認為 民進黨認為 國民黨選上 可能會同意 國民黨的選民認為 民進黨選上 我們要打仗 但其實我覺得 我覺得不管是誰發 不管是誰上台 其實都是有機會 發生戰爭的 可是 當然國民黨 我相信相對比較小一點 但是我覺得 這個不是 拿來變成我們民主選舉的一個議題 因為這個議題已經從 陳水扁那時候在選的時候 大家就說 陳水扁上台 台灣會獨立 那台灣就要戰爭 這個口號國民黨已經喊了十幾年 二十幾年 為什麼 為什麼我們這個二十幾年的 政治的 總統的選舉 永遠都是在討論這個議程不變的話題 就是完全沒有進步嘛 我看來就是 真正有比較進步的那個時期就是在蔣經國時期 那之後好像一直在停滯不前就是永遠在原地打仗 嗯 那 所以 對於這次選舉當然是 就是 也不是說失望了就是本來就是沒有期待 嗯 只是看到趙少康這樣子出來講的話只是就是出來想要反駁他一下 然後 關於那個賴清德說 台灣人不接受和平統一這件事我覺得這個當然是這個也是大事實啊 賴清德也說 侯友宜 呃侯友宜和誰 侯友宜柯文哲賴清德我們三個都是台獨 我記得賴清德有這樣講 對 我覺得他說的也是實話賴清德其實 是個蠻愛說實話的人就是在 這個台獨定義很廣嘛 不管是 立台灣共和國還是華獨 獨裁我覺得其實都算是 這個就是 這個台獨這個大框架之下 就是下面的產物可能有分獨台台獨什麼那個 比較複雜華獨還是怎麼樣中華民國台灣他是他到底是不是台獨 某種意義上來說是是他們理念上的台獨 法理上是永遠不可能台獨 這件事賴清德是永遠不可能法理就是他不可能觸碰到中共的紅線 所以我認為 國民黨每次訴求都是 戰爭與和平的選擇 不然就是什麼 台獨就是要打仗 不要再這樣子玩下去了 民主都被你們搞臭了 國 國民黨永遠沒有那種 就是他已經過了 他已經這個100年政黨他已經跟 這個 當初清朝那些保皇派一樣 頑固不靈 永遠都不知道要不要去突破 我明明就是當初他明明就是把那些保皇派打爆 就是把那些保皇派給革命掉的人 啊結果現在自己卻變成那些保皇派的人 我真的是 那你覺得國民黨現在應該怎麼辦用什麼路線 我覺得國民黨應該說 你可以說 我覺得他首先要先把國家的政體講清楚 國家的主體講清楚 我們到底從何而來 我們是什麼 中華民國他只是一個國號 他只是一個國號 我們的國家就不是中國 這個是沒有辦法改變的事情 那大家會喜愛中華民國 你可以說 因為中華民國 他當初 建立了 亞洲的第一個民主共和國 這個過等 國富革命11次 的這些內容 是我們感動的 所以我們想要去守護中華民國 這塊就是這塊招牌 但是不要去誤導大家 中華民國就是一個國家 中華人民共和國也是一個國家 那大家永遠都會搞混 而且在國際 就是不承認我們中華民國 是一個國家 不承認台灣是一個國家 也不承認中華民國 是一個國家 因為中華民國已經沒辦法代表 中國成為一個合法政府了 所以我們現在 應該是先把 國家的這個論述給講清楚 講清楚之後呢 我們就說 我們就說因為這件事情 現在是沒有辦法解決的 那我們 就來談民生經濟 對 你應該先把這個國家的東西 給講清楚 講清楚完之後 再去討論民生 和經濟 而不是在那邊鬼打牆 永遠是戰爭與和平的選擇 如果你把這些東西講清楚之後 民進黨要怎麼攻擊就隨便他 國民黨執政 你說 國民黨會不會跟那些企業家一起搞光電 如果今天國民黨反合 你說會不會 他們也會不會來搞光電賺錢 國民黨不反合啦 所以應該 可能會用其他的方式啦 但是光電這一塊可能就沒有了 對可能像房地財 對 其他的啦 其他的 對啊對啊對啊 那他們會不會去 從那邊賺錢 當然也是會 有可能啊 也是有可能 但是 我還是希望就是他們能在民生的議席上去做 更多的琢磨 譬如 就譬如 我們就連最基本的 我們要擔心勞保會不會破產 健保會不會破產 然後大家都整天在那邊喊什麼 居住正義 然後 國民黨也說要居住正義 民進黨也說要居住正義 我就問國民黨 裡面有多少房 就是跟做房地產相關的那些人 你都不敢把那些人清除掉 你說你要做居住正義 怎麼可能你的政治獻金多少來自於建設公司 不要一直在說鬼話 嗯 總是橫實一點 嗯 當然但是政黨運作時要去 我這些都其實都只是在理想之中 可是能不能至少更進步一點 嗯 就是能不能更進步一點 不要說要求你 你是 你一定要做到一個完美無瑕 嗯 但 因為政黨運作你一定需要很多什麼政治獻金 選舉要選舉很多錢 選一個藝人可能要花個300萬500萬1000萬都可能要 是 那 我們是不是能夠追求進步的好 就是我們比上一次更好 嗯 我們上一次可以做得更好 嗯 對 這是我的想法 嗯 好好 OK 好 好謝謝你啊 這個小瑞 謝謝你的分享 等一下 那你這一次要投誰 你應該會投國民黨的吧 呃 我應該是不會投 幹 不是 啊侯友也贏不了啊 投他有什麼用 還沒還沒啦 還沒那個 三七開啦 話還沒說死啊 好啦 那個 如果他真的有機會贏我會投他啦 但是我是覺得他也沒機會 喔 好啦好啦 OK 啊 好謝謝你啊小瑞啊 謝謝你的分享啊 OKOK 拜拜 嗯 嗯 喔好這個就是西瓜派喔 來 SURPRISE 現在是工商時間 我要跟各位朋友推薦 我的YouTube頻道現在已經開了一個新的會員等級叫做白金會員 那白金會員有什麼福利呢 加入白金會員 可以不定期的看到我推出的私房影片 以及可以加入我的Discord群組 成為高級成員喔 那至於私房影片是什麼 高級成員有什麼福利 欸 你加入就知道了 還不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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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趕快加入